四个JK妹子流落到无人岛上 这次换有矿感慨自己的悲惨命运 而有矿突然想到好久没洗澡了 就对大家提议看能不能洗澡 大伙很诧异 生存的优先级不应该是水和食物吗 洗澡什么的套后吧 可有矿说 反正也是等救援 万一救援明天来了 一文妈呀 这几个姑娘好臭 那不玩犊子了 文言 轩然和学霸不想射死 也同意了有矿的观点 男主说为了健康 洗澡可以的 但只能淋浴 有矿开心的都想马上嫁给男主了 但有矿看到成品 心情跌落谷底 不知道从哪捡来的塑料袋盛满水掉在树上 有根绳子一拉水就流下来 这淋浴外观不说 就这光天化日的洗澡 简直羞死人了 男主说 晒不到太阳水就凉了 轩然和学霸看了大喜 一致同意让有矿先洗 于是有矿一边洗 轩然学霸一边看 还说 这绳子草宗太难连 太难为情了 就算看我洗澡 离得也太近了吧 说完就感受了一下倾盆大雨 算了 已经无所谓了 我很好 真的 这边学霸跟男主去找食物 他们来到一处浅滩 准备找些带壳的吃 只见男主毫不犹豫地露出马甲线 钻进水里 学霸害羞 但毫不示弱 虽然还穿着上衣 可也算自己动手风衣足食了 男主告诉学霸 影子下可以看清水里 学霸看到有海螺一样的东西 就问男主 男主说是科研螺 没问题可以吃 学霸抓了很多放在石头上 正在欣赏自己的成果呢 海螺有的动了起来 吓得学霸惊呼 原来是寄居蟹 学霸看寄居蟹很可爱 不忍吃 就扔进水里 却被男主抱怨浪费食材 男主说寄居蟹的腹部更好吃哦 说完把寄居蟹从壳里揪了出来 吓得学霸一身冷汗 但还是嘴硬说想尝尝 回去后 男主利用瓶子当透镜点火 用石板烤抓来的海螺 大伙感叹终于能吃像样的东西了 这味道太赞了 可狼多肉少 三个妹子都抱怨对方吃太多食 男主说没事 还有这个 拿出一罐活的寄居蟹 有矿看到 顿时昏了过去